今天姑婆上午,中午和下午还有网上饭点都刷了几次微博,新媒体人吗?没事就刷刷微博是必备功课,不过我一直怀疑我刷了一个假的微博, 因为今天几乎不管我什么时候打开微博,我总能看见几个关键字,XXX力挺Angela Maybe这力挺是力挺什么呢?可能有些宝宝不清楚,姑婆先稍微还原一下,大约就是那天路跑南,有个环节是说错话会掉进水里,大概就是这么个剧情设计,过程中呢,很多网友觉得李晨他们几个成员,一直在用言语暗示baby避开关键词, 所以很多人觉得baby玩不起,其实,我没看评论,就是说baby玩不起的评论,要不是baby发了这么一条微博回应,我都不知道跑南这一期发生了什么 简而言之就是,baby那天是生理期,所以落了水才会披个毛巾,但是自己没有玩不起,不然一开始就不会落水了,以前也有生理期落水的问题,自己都没有逃避过 这次怎么能说我玩不起呢?我不是黑baby也不是高端黑baby有一说一,生理期这个问题那都是女孩子,大家都遇到过,所以baby说他生理期不舒服的时候,我是可以理解的 客观来说,baby的确有很多不值得夸赞的地方,通俗一点来说,就是黑点肯定是有的,但是他上跑南拼不拼这个问题,我们来客观说一下吧 我的观点就是,跑南里的baby真的很拼,具体有多拼呢?其实很多例子是可以说明的,比如产后付出这一点,就很拼了 现在看见娱乐圈的人生孩子,吃瓜群众们总是很猛逼,这么快就生了,这么快就付出了,这身材真的生了 1月17日小海年出生,4月baby就踩着高跟鞋,气质优雅面色红润的跑去路跑南了,姑婆在感叹baby恢复能力惊人的同时,忍不住想感叹,咱们国家产后保养质量越来越高了 虽然有人说,他可能是想快点回归,但不管怎么说,对于上跑南这件事,baby是真的拼,这个没什么好否认的 节目里ab也拼啊,我记得很清楚的一件事,就是有一期跑南式大铁球那个,你们还记得吧? 到ab跑的时候,baby上去就是一个平地摔,当时还有人开玩笑说,比较担心baby的脸 动图我找不到了,也记不太清是哪期了,反正就是baby当时是脸着地的 但还有一个花絮视频,baby被大铁球撞到那个,那是第二次被撞,这次要比平地摔严重多了 我倒不是说这种项目就该取消,我也不是冷血,其实比这种更夸张或者更安全的我在日宗也见过 什么项目都有危险,不可能万无一失的,后来baby出席活动的时候,也有眼尖的人看见了baby身上的伤,我一直觉得做人不能无脑黑 客观说来baby是真的拼啊,你们之前不是一直说,上跑南的钟楚希和baby想被子那段,钟楚希特别狠吗? 放张动图,你们感受一下,虽然baby全程面带笑容,但手脚是真的一点都没流情面,不准说我收钱洗白 你们心里的姑婆是这样的人吗?当然不是,我理解baby拼,并且不尬吹他拼的原因很简单啊 说句实话,baby现在有任何一部拿得出手的影视作品或其他作品吗?答案是没有 与baby沾边的,几乎都能和烂字沾边,最受好评的五部作品 两部是真人秀,一部真人秀它不是主咖,另外三部电影,它也不是主要人物 这样的成绩,让baby微博简介第一位的演员显得格外讽刺 作为一个没有作品的演员,baby想在娱乐圈站住脚,只靠黄晓明的关系铺能搞定吗? 老本总有吃完的一天,baby如果不靠自己刷一下存在感,根本站不住脚,所以他对跑南必须重视 这可能是他最近几年来说,唯一一个好作品了,其实baby的走红,本身就和跑南有不可分割的关系 唯一一个女MC,唯一一档集合了这么多艺人的节目,跑南第一季,碰红了郑凯,让邓超在火了一个度 莫名其妙李晨变成了大黑牛,而baby的在那一季变成了国民美少女 至此,跑南成了baby一人生涯中,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,大火的他凭借着自己的超高流量,接了一部又一部的电视剧 这本是打开自己事业新领域的大好机会,baby却做了一个非常错误的选择 我不说你们都知道了,亚戏,抠图,肆无忌惮地消耗着自己的超高人气 当人人喜欢的美少女,在电视剧电影这一块,变成了观众最不愿意见到的业界独流时 baby又走了一个新路子,领奖,原本奖项与流量都在手,这本是一个很好的buff 但这样的baby居然拿下了百花奖这种,号称中国电影三大奖的奖项 不少网友纷纷表示失望,华语奖项现在居然变得这么水了,以前我也想不通 后来一看百花奖是由观众票选的,也就不难理解了 所以你看,哪怕baby拿了奖,都不能服众,这样一想,他不好好路跑难,还能靠什么 好